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濕疹患病率在COVID-19期間 很明顯是多了 我們估計有兩三個原因 很明顯的原因當然就是 很多壓力 大家都有很多壓力 濕疹病人在壓力底下容易發作 第二個,我想跟我們現在做很多 手部清潔、洗手、酒精、搓手液等等 都會影響他們皮膚的保護層 膨脹的失敗 亦都是戴面膜 很多人有接觸性的皮疗 濕疹皮膚更加容易出現 我估計還有很多原因 我們看到的就是他們延遲了求診 他們來到那時的情況都相當嚴重 有一段時間自己用藥 沒有空去看醫生 沒有空去看醫生 不是很想出來 或者是不想自己處理 所以我們先去看醫生 COVID-19和濕疹沒有一個特定的關係 COVID-19只是一個病毒感染 但是COVID-19有時候都會影響一些血管 影響一些東西 我們以前見過很多病毒感染源 有些病毒的濕疹都會發作 所以我覺得COVID-19和流感 或者其他 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機制 COVID-19會引發濕疹 但是始終這是一個很大型的大流行 我們剛剛說的 有些是直接因素 有些是非直接因素 直接因素就是病毒感染後 有部分人是真的發作了 但是這個機理都不是完全明白 一般很多病毒都會激活你的免疫系統 我們知道濕疹都是一個免疫失衡 T細胞免疫等等 影響慢性皮膚發炎 至於間接的我們已經說了 即是他的生活習慣的改變 壓力的增加 或者一些清潔 一些用藥的問題 還有他延遲治療 這些等等 都會將一些輕症變重症 或者是原本皮膚是 都挺OK的人 幫他搞叉做這段時間 大麻士 手精粗手液 這些都是很明顯的 別人會說到給我們聽的誘因 這個有小部分 這個小部分 雖然時間性 有些時候我們解釋不到 因為他回望 何時接種了 有些時候過敏 通常都是馬上接種完 過了兩天 就開始不舒服 這樣比較理解 有些人說自己接種了 上個月接種 他都當是那件事 我覺得有點謙強 所以絕大多數接種疫苗 都是安全的 有些人說不定 也會有些人說不定 都會有些人說不定 有些人說不定 就回來 你會先吃到 他會可以吃到 有些人說不定 一種人說不定